嗨 你好 我是小范 今天想要跟你聊聊 特別股很特別嗎? 我該討率投資嗎? 會聊這一方面的話題 主要是因為有一些新聞會說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標的 然後會說這種東西它介於股債之間 欸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而且有一些朋友在這個頻道在問我 那我想做一個討論 而這部影片只談美股的部分 因為台灣的特別股 比較集中在幾家和幾種產業而已 在美股的世界裡面 有專門在投資特別股的ETF 我認為這可能比較適合做討論 那我會先簡單說明 特別股的簡單知識 還有它的可能的風險 接下來我再用歷史回測的方式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取代 股債的搭配 成為一個好的標的呢? 最後我有一些分享我自己投資特別股的經驗 如果你對投資理財資產配置 和被動收入有興趣的話 請記得按下右下角的訂閱還有小鈴鐺 並且選擇全部通知 就不會錯過所有的影片喔 好 那我們開始吧 特別股它的英文叫做 preferred stocks 中文其實叫做優先股 可能會比較接近一點 那簡單來看 特別股它有結合債券跟股票的一些特性 我用幾句大白話來講它的意思好了 這個就好像有一家公司 它希望說呢 誒 你來投資我啦 給我錢啦 那我讓你當股東 而且呢 我到時候會發給你多一點現金 而且比一般股東還要多喔 但是請你不可以在股東會上面說三道次 就讓我自己去搞這個公司 你呢 就拿錢就好啦 所以啊 它的特徵就是 第一個 第一個 它會像股票的部分呢 就有點像股東 但是呢 你是沒有投票權的 第二個 它像債券的部分呢 就是因為它定期發放現金 第三個 在價格方面 在美國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以25美金為一個定價 那我們仔細再看一下喔 在收入的部分 股息通常就是美季去配發 而且它配發的優先地位呢 會高於一般普通股的股東 所以萬一公司有問題 在清算的時候 它拿到結算資產的優先級別 會比公司債的持有人低 但是會高於一般的普通股 那投資風險等級方面 就可以參考目的跟S&P的評價了 它其實針對於特別股 它還是有分作高風險跟低風險的特別股 而它的公開資料 也可以到美國的SEC上面去查得到 那我剛剛講的 除了廣泛的特別股來說的話 其實它還可以分成三種類別 第一種叫做累積的優先股 英文是Cumulative Preferred Stock 是使當公司在某個時期內 它的盈利不足以支付優先股的股息 這個時候就必須要延後了 那麼到後來 譬如說下一年好了 或某一年它真正賺錢了 這個時候在普通股的紅利發放之前 它要先優先發放給特別股 聽起來對於股東來講說 這個股息收入好像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 這就有利於保護優先股投資者的利益 但是這其中還有一些細節 它會不會把當年跟往年累積 所欠下來的優先股的股息付清呢 這個時候就要看不同國家的公司法 還有這個特別股 它有沒有特別去說明 有時候它不給你現金 它還是給的是股票 這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第二種叫做非累積的優先股 它的英文就是 Non-Cumulative Preferred Securities 跟上面一個比較就很明顯 它就是講明 我如果今年不賺錢 我就不發股息 以後賺的再說 但是跟第一種不一樣 以前曾經沒發的股息 我是不會累積起來的 第三種中文叫做信託優先股 叫做Trust Preferred Securities 前面講的兩種特別股是公司發行的 那這種它是由第三方來發行的 通常是銀行才會這樣子做 它會先成立一個信託的基金 然後公司先發行債券給這個信託 然後給它固定的利息 這個信託基金在於公開市場上發行所謂的優先股 然後用這個債券產生的利息 當作優先股的股息 其實講到這裡我要說明的是特別股還有很多很多的細節 我這邊先解釋最簡單的到這邊 過來要談的是我們一定要知道的是風險上有哪幾點要注意的 第一個就是利率對價格的影響 這個就很像債券一樣 它的價格會受到利率的影響 還有到期日的長短 關於這一點你可以透過我再說明為什麼不建議買常債 這部影片它就有說明了 你大概就可以了解大致的語音 第二個就是配發的風險 因為它的權利它是擺在債之後的 如果你今天發行的這個單位 也就是這家公司它出現的問題 它要給的對象第一個是債 接下來才是特別股 然後如果今天這個公司不好 那麼情況就不樂觀 就不會像那個想要賣你的人說的一樣 永遠都有錢可以拿 所以永遠都要注意它的評級 第三個 造回造成虧損的風險 比方說有時候你的特別股你買的時候是40塊 配發了2.5%的股息 你很開心 但如果今天公司突然造回 這個時候它就可以用25塊買回你的特別股 這個時候你就損失掉15塊 這種事情 尤其在低利率的時候就會發生 那剛剛講的那個造回的權力跟時間 就是特別股裡面要去注意的一些細節 第四個是 吸收性的風險 如果今天遇上了危機 像是戰爭 政治或是法律的修改 可能對這原來的好公司 它開始也有一些危險 這時候就會影響特別股 它配發股息的能力 還是老話一句 這個時候因為優先順序落在公司債之後 風險就會比公司債又更高 第五個就是流動性的風險 在這個次級的市場 也就是我們這種散戶可以交易的市場裡面 由於這個股的數量比較少 持有者也大多都把它當作債券 它在領利息 所以市面上通常流通的比較少 那買賣的價格就更有可能 有更大的損失的風險 那看完了這三大類型跟五大風險 我們接下來再來看看投資績效怎麼樣 在這裡我用市值最大的一檔PFF 它是由iShare發行 它追蹤的指數是下面這一長串的指數 叫做ICE Exchange Listed Preferred and Hybrid Security Index 它的目前的市值是165億美金 那每個月它都有配息 在它的簡介裡面就很清楚的說明 它的重要思考就是三個點 第一個就是投資美國的特別股 那這個特別股也有著債跟股的特性 第二點呢 它是希望用這一檔的ETF 就包含美國全部的特別股 第三個它是用來追求和高值利率債一樣的高收益 那我們去看一下它過去的配息的記錄好了 每個月大概都有0.13上下的配息 那我今天我用100%的PFF跟另外一個組合 它是用60%的VTI全美市場 跟40%的BND全美債市 同樣都是美國市場 那我兩相比較去做歷史回測好了 從2007年開始先投資1萬 然後接下來每季投資5千 那每年去再平衡 我們去跑出來這個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結果就是在2017年以前 這兩個差距看起來不太大 但是之後就慢慢變大了 股債組合的年化報酬是9.66% 比PFF的5.57%好上不少 更重要的是它的變異值 這個股債組合的9.66% 遠比PFF的16.76%小很多 比較小的波動就代表 投資者它可以放心的去投入 安心的去開創自己的人生 不用一直去看自己的投資成果 這一點就不知道賺了多少時間上的價值 它可能多看了幾部電影 都讀了幾本書 甚至都去玩了幾個地方 這個就是指數化投資最美妙的地方 那投資特別股呢 就算是指數化投資 像是這檔PFF好了 它的波動真的不像有債的感覺 我這也再加上一組是100%投入VTI 全美股的表現 它也是勝過PFF 連它的變異值也差不多 甚至還比較小一點 當然這個只是歷史 不代表未來人還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這部影片放在2016年來看的話 PFF看起來也許感覺它不會太差 但是我覺得呢 這個關係到你在投資上面的想法 PFF它這樣有特定策略的選股 其實就註定了它的風險 還有可能錯失的高報酬 所以總結以上 我們先了解的特別股有三種 分別是第一個 累積的優先股 第二個 非累積的優先股 第三個是信託的優先股 那至於風險呢 有第一個 利率對於價格的影響 第二個是穩定配發的風險 第三個是造回造成虧損的風險 第四個是系統性的風險 第五個則是流動性的風險 並且我這裡用市值最大的特別股ETF PFF 跟64的股債比 以美國市場來作為歷史回測做比較 再想想它的選股策略 結論就是 PFF不適合作為指數化投資的標的 但是我這邊要講一下 我個人是有買特別股的 原因是這家公司是我的朋友自己去開設的 他在創業募資階段的時候 對於願意投資的人 他所發的就是所謂的特別股 而這個特別股都有自己的規定 這和我前面講的又不太一樣 對我來說 我投資他就是因為我看好他 我看好他的原因 則是因為我跟他曾經一起共識過 我非常認同他的做事理念 投資他就好像在驗證我自己的理念一樣 同時以他的經驗他的人脈我覺得都夠 而且他也願意不斷的學習 所以我覺得成功機率很高 但是我也很清楚 這還是有可能是失敗的 所以當然只能放一點過去了 我自己覺得就算失去了 自己也不會覺得非常痛的那種金額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你今天要投資特別股亂 與其去投資一個你不認識的公司 不如投資你本身就非常清楚 甚至是你自己在工作的公司 當然前提是你自己也看好再去做 而且相信經營企業的人品等等 而且一定要想過 這筆錢萬一歸零的時候 你也要覺得沒有關係 不然的話就不要去投 還是乖乖的用本頻道建議的指數 投資來做 至於剛剛講的那些特別股 ETF或者是個股 如果你不清楚它的規則 我就建議完全不要碰 因為有時候連你買的特別股 一開始的規定可能到後來 它都還是會有一些變化 這個時候就跟這個公司的人品跟治理 有很大的關係 風險真的很大 這也是我自己去投資以來 最大的心得跟經驗 什麼人事的更迭 市場的變化 領導人是否清貸正確 有沒有時薪去吃股東的豆腐等等 這些你根本想都想不到 我相信你只要有創過業 或者是你去請教那些創業的朋友 大概就知道這種故事講都講不完 看到這裡 你會覺得特別股 是A一點都不特別 千萬不要碰 還是B 布局一點點 啊沒有關係啦 歡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那想要聊什麼話題的也請讓我知道 如果你對投資理財 資產配置 和被動收入有興趣的話 請記得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還有小鈴鐺 並且選擇全部通知 就不會錯過所有影片喔 我是小飯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拜拜 有沒有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一個 就等大家看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